分完星星以后 就只有道明山和道明六 是没有愿望的 所以他们是凶手吗 请说出你们最后的看法 首先道明六已经基本上 所有的证据已经证实了 他就是卧底 然后所有案发事件结束之后 管家看到了道明山 气转叙叙的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是去挪尸体去了 对 所以他很累 那如果这样的话 就对上号了 他们两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把玻璃给弄碎 或者把灯给弄碎了 然后美座底看到了碎片 然后发给了道明四 让他换灯 这样的话就可以对上 这个故事线 他们俩在水那个环节 其实他们俩 一直在找彼此的眼神 尤其是刘耀文 他一直在看那个 道明山应该在怎么操作 然后等着那个信号 他们俩撞数字的几率特别大 之前不太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一看这两个就是有勾搭在一起 就他们俩了吗 刚才咱们都说了吗 两个人合伙作案吗 我也觉得他们俩是杀手 那他们俩一直故意要想要踩他 踩他跟他 就是有点在混 混淆我们的那个 认知 而且他那个红酒被泼到衣服上 也可能是方便去搬运这个尸体 他泼红酒纯粹是因为 那一刻已经快 帮不住了 然后他就必须要故意激怒道明 然后他才好有借口 去把管家给支开 我认为杀手是他们俩